王彩华和整老公是苦命鴛鴦 我們認識 差不多兩個禮拜就出車禍 怎麼算多災多難的 然後我咬到舌頭 我就縫了十幾針 對啊 苦命鴛鴦型的喔 對 然後後來我們那個 納粒太封的時候 我們兩台車都泡舌 然後它的車子 方向盤音響都被偷這樣 王彩华想生寶寶嗎 對 真的啊 可是我到現在都很 我很努力耶 沒有什麼 那男方有意見嗎 沒有 今年就能懷孕 今年一定懷孕 今年一定懷孕 很讚耶 謝謝 今年一定懷孕 明年就收成 真的嗎 今年懷 明年收成 真的 這種三條文的話 其實說是 今天所顯現最好的一種 一生中它的判斷都很正確 下的決定都還沒人家能夠接受 事業成功 黃老師將為你解答 射手座的上司 VS12星座的下屬 要同星座他們會有那種受不了 對方怎麼會這樣怎麼會那樣 然後那種情況發生 會覺得很為難 還好我的射手就是老公 對 對 好 黃老師將告訴你 如何和射手上司相處喔 開運風水DIY 新人房的風水原則 門檻兩個有兩個作用 門檻它是高一點點起來 表示外面的肮脹的氣不會進來 因為肮脹的氣一定墊在下面 好的氣在上面 那這脹的氣不會進到我們的 第二個 黃老師將告訴你 行困的夫婦該注意些什麼 開場人家好 風景時代運展任我行 大家好 我是李B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開運建定團 首先來歡迎我們的專家 以及特別來賓 真心專家唐琦老師 主持人好 來賓好 大家好 面相迷你專家黃悠福老師 主持人好 來賓好 大家好 新嫁娘出現了 再嫁女兒新的菜花 嗨 主持人好 老師好 謝謝 怎麼這麼快就要嫁啊 不是 這我沒辦法 我已經是高齡產婦了耶 我今年35歲 我再不嫁 趁現在有人要我趕快嫁出去啊 所以妳是會想就是說 為了要這個趕快能夠這個 生一個可愛的小寶寶 對 還快要結婚妳知道嗎 誰要結婚 六月十六 恭喜 恭喜 春風滿面 那這個結婚... 請來給我請 結婚之後還會繼續 這個演藝的工作嗎 當然要啊 因為我一直很喜歡演戲啊 或者說演藝工作 我蠻喜歡的 但是她是在做什麼的 她在做餐飲業的小小的 所以其實呢 就是說兩個人 就各自在自己的這個工作崗位 繼續打拚這樣子 對... 我不是要觸妳眉頭 我先揪一下 就是說 就要觸眉頭 就是說很多年的新年呢 就是歡天喜替的呢 要來辦一個這個婚宴 可是呢 從開始就是說 該要...什麼時候要結婚啊 就已經先吵一遍 然後確定了要結婚的日期之後呢 開始發喜帖要發給誰啊 結婚... 然後呢 婚禮的當天啊 要在哪裡舉辦啊 就是一個婚禮的籌備喔 突然間就會產生很多的口角 很多的問題 因為大家都很在意 開玩笑 人生就這麼一次 對不對 所以每一個人都想說 盡全心全意的呢 把這個婚禮辦得很好 那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想法 我這邊也有我的思路人啊 你那邊也有你的方法啊 所以呢 就意見很多 那常常很多人就是說 在籌備的過程當中 就開始起一些小口角 好好的一樁婚事了 有的時候就惹出一些麻煩 那還不是就結束囉 婚禮結完了之後呢 又開始了 什麼時候生小孩啊 是不是打成共識啊 我媽媽在吹啦 你怎麼樣 其實滿難的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是剛好 要不要給嗎 要不要 開始吧... 我們就是要來幫助你 緩助你的情緒 有的時候呢 這個千萬不要為了 這個婚禮的籌備 對喔 忙婚了 然後呢 這個小兩口呢 起頭腳很不值得 很不值得 很不值得 我們幾乎都為了這種事情 根本沒有在吵架 其實我跟我男朋友認識 也很奇怪 我們認識差不多兩個禮拜 就出車禍 我們算多災多難的耶 然後我咬到舌頭 我就縫了十幾針 對啊 然後... 口令鴛鴦型的喔 對 然後後來我們那個 納利太風的時候 我們兩台車都泡水了 然後它的車子 那個方向盤啊音響都被偷這樣 對 我們在想說 可能是... 屬於同病相連的 對...所以我們... 那你們那時候婚禮那天 會刮他的風啊 會喝水耶 對啊 結婚當天那一天開始過後 就一切非常幸福美滿了 提親有沒有 提親有 有...來提親喔 有... 有禁止嗎 有啊... 挑日子 你們兩個有合八字嗎 有... 真的都有耶 他們這一隊黃老師 你都有賺到錢喔 我沒有賺... 他沒有給我賺 沒有賺到 你賺到 不是... 因為我怕我找黃老師之後 他不好意思給我收錢 那我就更不好意思 所以我就... 收 不要講那麼快啦 怎麼交朋友 那天如果萬一下雨 沒有關係表示財 水是財 所以結婚當天下雨沒關係 沒關係 對 財 其實啊 在國外的婚禮啊 他們是說結婚當天 如果是下雨是比較好的 這麼小的 國外的 會帶財 你現在的心情呢 你會... 你是會緊張嗎 你會開始有點失眠嗎 其實沒有耶 可是我一直都很開心 然後人家說呢 要當新娘之前的前三個月 會最漂亮 新娘的雖三個月耶 所以他們現在看我的鏡頭 以前都覺得我肉餅臉有沒有 一個臉好像臉燙 有沒有 這樣就行氣耶 對 我都覺得 我的眼神隨時都會散發出 那種很幸福的感覺這樣 甜蜜的小女人 那會不會最近演的連續劇 就是說苦情的 沒辦法叫你演 我一樣可以哭啊 不過我一樣叫... 因為我在想 以前比較悲情的時候 我就可以哭啊 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這樣 我還是可以演苦蛋的喔 不可以 好 那就是說 小老公有訂好計畫說 好比說結婚之後 什麼時候開始生小孩啊 我很快就小孩 妳希望趕快懷孕是不是 對啊 真的喔 可是我到現在都還... 我很努力耶 沒有什麼 這男方的意見 沒有...今年就能懷孕 今年一定懷孕 今年一定懷孕 很棒耶 謝謝 今年一定懷... 明年就收成 真的嗎 今年懷 明年收成 真的可以看得出來 這麼清楚 他肢女公 夫妻公 全部都今年合到了 動到了 就覺得這是很神奇的 真的 因為我跟我男朋友 真的從來還沒有想... 認識一年多嘛 還沒有想過要結婚 可是因為我男朋友 他是在南部做生意的 然後因為我在台北 所以我就叫他 一定要到台北來 不然他長得也不賴啊 在南部萬一被人家 對啊 我怎麼辦 所以我一定把他落在旁邊啊 誰是盯著他 然後他就要在台北找店面做生意啊 可是找了好多間 我們就去那個 中和的航路地那邊去擲杯 結果都... 都說不好 不好 在台北做生意對他不好 不是 這幾間店面 地點都不好 然後我就覺得 哇 怎麼那麼多間 擲那麼多杯都不好 後來呢 我一個乾媽媽就跟我講說 那你給他擲杯 問他說 是不是要先成家再立業 就是在台北再立業這樣 結果一擲六個生杯 什麼意思 就是粉絲都贊成 非常贊成啊 就是你要先結婚之後 可能我們兩個磁場會比較... 可能我有幫助孕啊 謝謝 謝謝 我們先請這個曹老師 我們就採訪他的新作命盤來看 就是他如果結婚了之後 按照他的個性啊 他會成為一個什麼樣子的老婆 他跟他的老公相處呢 他們的方式如何 那也交到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來看看他們的這個新作命盤裡面 是要看什麼樣的公位 然後怎麼看 表示說你在婚後 你會成為那樣子的一個太太 OK 我們來看一下采華 她是射手座 而且我剛剛問過了 她的未來的先生另外一半 也是射手座 我們在做新作素配的時候 不是說射手男跟射手女 如果配在一起的話 四顆星 四顆星喔 但是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我也有講 希望他們的生活環境 不要離得太遠 否則會漸行漸遠喔 所以采華的直覺是對的 趕快把老公從南部叫上來 兩個人就算不同行業 但至少生活環境不能差得太遠 遠距離的戀情 久而久之就會越來越淡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采華的新作命盤裡面 有沒有什麼暗示 告訴我們她是什麼樣的新娘子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每個人把自己新作命盤拿出來 第一功就是命功了 主要人格個性在這裡 第二功是跟理財有關 第三跟溝通有關 第四呢 則是跟未來的房地產運 還有家庭運有關 第五功是子女運 戀愛運 還有投資的公位 第六功呢 是跟工作還有健康狀況有關 第七功呢 就是夫妻功了喔 未來另外一半 還有你跟她的相處看這裡 第八功是跟未來另外一半的理財 還有你的這個神秘學啦 還有性死亡等等有關 第九跟出國運 還有移民運有關 第十功呢 則是事業運了 十一功是社團交友運 這個公位呢 看你是不是有從政的運勢 還有人際關係如何 第十二功跟前世今生 還有夢境有關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采華是射手座 然後她的射手座呢 這顆心是落在第三功 第三功跟溝通有關 所以表示采華是一個 很希望能夠跟另外一半 能夠做溝通的一個人 她覺得溝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首先呢 另外一半要很愛跟她講話才行嘛 那她的另外一半 愛不愛跟她講話 我剛剛檢查過了 應該很愛才對喔 是那種在婚姻關係裡面 會多嘴的水星在夫妻宮的人 那我們來看一下 采華的月亮星座跟金星 都在她的戀愛宮 還有子女宮 所以呢 我們從這裡可以看得出來 截了...戀愛這件事情很重要 截了婚之後 生小孩這件事情也很重要 你就看到她迫不及待 要趕快生一個Baby喔 有一個好消息呢 就是如果妳的金星 妳跟采華一樣落在子女宮 妳的未來的小孩 會長得很可愛 金星在子女宮 那這個媽媽 她如果生了小孩 這個小孩可以當童星的 所以在這裡我非常鼓勵采華 趕快生一個小Baby喔 那至於呢 在采華星盤裡面呢 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她在愛情的婚姻關係裡面呢 她絕對是犧牲奉獻的那一個 首先我們一定要看一下 月亮摩羯就已經... 我們提過很多次 就是很阿信的位置 對不對 對... 在愛情啊 尤其生了小孩以後 她就會很心甘情願的 當一個好媽媽 是不是只當家庭主婦 那不一定 但是在這個... 進到母職方面呢 她絕對是無微不至的 她覺得這是她天生的責任 那我們剛剛也說囉 為什麼他們去拔杯 人家說妳一定要先成家再立業 是不是有幫夫運呢 這顆星大家看一下 土星 如果妳的土星跟采華一樣 落在第八宮 妳是女生 那妳就是有幫夫運 妳是男生 那麼妳就有幫妻運 這個當然是妳的另外一半 要比較偷笑的啦 因為妳在幫他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妳的男朋友 或妳的女朋友 也是這個星象的話 趕快把他娶回家 因為妳如果生意失敗 他會幫妳跟他三點半 妳生意成功 他就會幫妳理財 而且讓妳的生意更旺喔 所以呢 采華的老公 把他娶回家 從這裡看來 我覺得他一點都不吃虧 他反而是賺到了 好 那我們趕快就要請這個 黃老師呢 就采華的八字命盤來看 就是呢 他的婚姻呢 必須要注意到什麼樣的地方 那剛剛老師也有提到說 今年可以得子 是不是講得再詳細一點喔 那在他這個步入禮堂之前 行婚禮之前 還有什麼要提醒他的 這八字一看到就要吃 叫做財多生弱 你看這邊財... 然後食商又生財 財蠻多的 財蠻多 通常第一個就是 自己不能當老闆 自己只能說去當上班族 或者幫助另外一半 去當老闆就可以了 就是理財能力 他是專門幫人家理財的 或者幫人家去賺錢的 然後呢 正好可以看出來 這個是代表我嘛 日元代表我 下面就是夫妻公 夫妻公呢是土 因為采華要活土 那正好這個夫妻公是土 就是活土 就是說 先生呢 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先生 或者得到不錯的先生的意思 再其實看就是你的大運 你的大運呢 從這邊排... 我這邊沒有寫出來 直接從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你要活土 這下去你就是走活土 一路上都是走活土 表示你的事業運還是很旺 那麼既然是那麼旺的話 剛剛主任問我說 到底要注意什麼 你事業運是很好 我想一個女人 如果說事業運很好的話 就是要注意 多注意一下家庭的照顧 應該這樣就可以了 還有結婚那天晚上 我建議你喔 你要怎樣 有招數... 那天晚上啊 要進洞房的時候 你要幾種方法 一定要把它永遠的押住 是怎樣 例如說第一個 當然女孩子比較矮 可能沒辦法啦 你如果能夠在門旁邊這樣子 讓她從下面走過去 手... 我們的手就是在門檻上面這樣子 你站在椅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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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阿吼走進去 讓她這樣走過去 然後走進去之後呢 門你把它鎖起來 好好的把它尬起 叫它在房間裡面 以後不要亂跑 那剛剛老師講到說小孩子 小孩子... 小孩子... 剛剛提過 因為你的夫妻公也好 紫席公也好 今年都合到了 合到的意思在我們八字學 就合到的話就引動 例如說你去年前年一直沒有合到 就表示那小孩子 還沒有引動出來 那麼今年你已經引動出來了 通常就是懷孕 就在你命中已經引動了 紫席星出現了 紫席公出現了 就是今年會懷孕 剛好他又今年結婚 然後他又有想法想要生小孩 結果剛好有這個 那樣子的那種命理出現這樣子 天時地利人和 整個配合在一起 其實會生一個童心耶 對... OK 好 來 我們來看看呢 在這個準備套入禮堂之前呢 當然有很多事情呢 必須要這個大大小小的 都要你忙了 那但是呢 這個 你要成為一個準新娘 前置作業呢 必須要學習的地方 要可多著了 我們來看我們的開運調查局 明天5月9號星期四 我們來看一下 晴天的星座有哪些呢 雙子座 雙子座的朋友恭喜你喔 明天可以說是非常棒的一天 你會聽到很不錯的好消息 生命的轉機 有時候就在這個時候喔 另外一個呢是巨蟹座 恭喜你從谷底翻身了喔 明天可是充滿陽光的一天喔 做很多事情 做很多重要的決定 都是很不錯的 另外一個呢是聽蟹座 聽蟹座的朋友 明天運氣也非常的好喔 你應該把你的新的想法說出來 而且明天適合展開一個新的計畫呢 這新嫁娘的前置作業 第一個 你要學習打理家務 熟知生活的智慧喔 不管你是不是工作上的女強人 可是你真的對於日常生活中 一些事情你是滿會打理 而且你也喜歡 你不要一開始就露出一個 完全 就是說好髒喔 很煩喔 完蛋了 好不好 第二 練習廚藝 看聽長輩的口味 就算我們不會這個 下廚房去做 我也知道叫派人家去買吧 對不對 你至少這個公公婆婆啊 長輩的口味啊 知道他們喜歡幹嘛 然後呢送一點這個湯湯水水的過來 這樣嘛 有誠意嘛 對 第三 熟記對方家族成員的稱謂以及長相 我們這個中國人的社會是這樣子 一結婚是兩家族的事嘛 所以自己要這個 讓對方覺得很窩心 對 如果說你覺得不... 這個你好像健康 可是不太肯定要怎麼稱呼他 其實點個頭 對 就好了 不然怕叫錯反而不好 因為我經常都這樣 因為我記憶力也很差 然後每次這個人 我明明跟他相處很久了 可是我... 就忘了他姓什麼 男的我就叫大哥 女的就叫大姐 這樣就好了 好 來 第四 熟悉對方家族的大小規矩 好比說跟公婆呢 我們大家輪流 我們這家子 就是比較年輕的這家子 如果我們今天是煮飯的話呢 那你們就洗碗 那如果你們什麼 我們就怎樣 那你們早起 我們就做什麼什麼 就是說你要知道 他們到底是什麼樣的方法 對 沒錯 你們是自己住 還是跟公婆住 跟婆婆住 跟婆婆住 對啊 婆婆的習慣 妳還了解嗎 婆婆很好耶 她都很... 她知道我滿累的 滿辛苦的 她都幫我整理家裡啊 煮飯這樣 現在在看... 謝謝 OK 好 來 第五 傳統習俗的認識 真的 包括這個祭拜的方法 包括這個行婚禮啊 甚至於大小節慶 有的人... 假設你家的是這個 基督教的家庭 可能他們是不是禮拜天要做禮拜呢 是不是中間呢 大家會有聚會啊 那假如你嫁的是這樣子的 不同的宗教的家庭呢 他們可能有他們的 祭祖先的方式啊 那你就要了解 好 第六 建立理財投資觀念 讓對方知道就是說 我們兩個人 共同開始這樣的一個家庭 然後呢 我不是要來這個坑妳的 我是要來幫妳的 對 這個是為了我們的將來 我們的小孩這樣子 第七 炒飯的技術呢 的討教 這個呢 當然千萬不要到這個 結婚之後再來討教 結婚前就要討教 就是呢 怎麼樣呢 製造這個龜房當中的樂趣 可能這個很早就要了解了 是 對不對 這個如果自己不是很有經驗的 我想問大家喔 就是結婚的第一個晚上啊 他們說叫出業對不對 出業的就是說 在炒飯上面的技巧 有要特別嗎 假定啦 以前都沒有的時候 第一個晚上妳裝的 妳什麼都不懂啊 懂耶 更不要去學習了 事先學習不行 就都不要學習 那采華妳目前 已經做了哪些前置作業 第一吧 第一 OK喔 第二呢 除藝我就不太... 我不太會吐菜 那妳知道她媽媽喜歡吃什麼 或是說她媽媽自己的小失號嗎 知道啊 對 妳不會做菜 但妳知道她喜歡吃什麼樣子 對... 對不對 妳記性還好 也還...也不太... 她們家有什麼規矩嗎 沒有 沒有規矩 等一下 是妳不了解 還是她們家真的沒規矩 妳知道沒規矩 可是妳不願意去了解 插合妳 沒有人告訴我要做什麼啊 所以...我跟妳講 所以呢 新嫁娘 妳們這時候裝傻還是什麼 就是就... 真的嗎 要早起喔 真的 真的 不知道 我以為妳們早起去不禮貌 妳說太多了 她們人家說這個我好愛睡喔 對 我好愛睡 要洗碗 我以為妳們在省水 對... 就還要裝一下對不對 裝一下 然後妳不會煮飯啊 故意把飯弄得很難吃啊 不好意思啦 都沒有擦風 好累喔 就這樣 也就過了 真的不知道 等一下 唐老師 我們面對下一個星座的 準老公 妳的老公是什麼樣的星座呢 那這個新娘呢 應該在哪一點上面呢 要在下功夫 因為呢 這個老公她特別在意妳這一點 好 如果妳的準老公啊 是這個跟彩花一樣 火象星座的 因為她的老公是射手座啊 或者妳的老公是牡羊座 或獅子座 妳這個新嫁娘要做什麼呢 首先妳這個新娘子 趕快努力減肥 把自己準備得漂漂亮亮的 因為新娘子當天很美麗 對這個老公來說 就是有面子 當天的婚禮風風光光 妳百依百順 平常對她大小說沒關係啊 新娘子當天呢 就要百依百順 而且還願意說 我願意一切都聽她的話等等 做足面子給她 那就沒有錯了 還有如果你願意多做一點 那當然第二項喔 探聽長輩口味 對她來說 也是讓她很有面子的事 為什麼 妳做了那麼貼心的一個小媳婦啊 然後說 媽媽我知道妳喜歡吃這個 她就會告訴人家說 妳看我調校得多好 所以妳這個遇到火象老公 做足色一點就夠了 如果妳未來老公是土象星座 像黃老師的金牛座 或者是處女座 或者是摩羯座 妳要做的事情就滿多的 至少前四項妳一定要懂 第一項呢 要打理家務的 因為她取回來 絕不是供在那裡當菩薩的 第二項 妳也要懂得這個長輩的口味 因為這是他們家的規矩 她自己也很有規矩 她也會把她的口味告訴妳 第三項 我家的成員長相 妳怎麼會記不住呢 我並沒有要求妳說很多 我們親戚來往也還蠻單純 還不至於說 表到三千里外的親戚常來嘛 土象星座的家庭 通常來往都是很單純的 妳記不住就太不應該了 因為她會記住妳家親戚的長相 還有名字 然後第四項呢 她家的大小規矩妳也要懂 如果她說了很多次 某部以...擦完以後 要隨手洗乾淨 妳都不洗 久而久之 她就會開始皺眉頭 所以至少這四項妳是要懂的 如果妳的另外一半準老公 是水象星座 巨蟹啦 天蟹啦 雙魚啦 妳有沒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呢 其實水象星座的老公 很好搞定 他們對妳呢 基本上是無所求的 很多水象星座的老公 體貼都體貼在 沒關係妳不會煮飯 我來煮 以後玩我來洗 不過通常這個 這樣的保證呢 如果妳沒有跟她簽合約 婚後翹起二郎腿 晚還是妳洗喔 所以自己還是要有心理準備喔 那妳要做足哪幾項呢 第二項 第五項 第六項 妳都要特別注意 第二項 妳一定要探聽她長輩口味 因為他們很在乎自己的家族 自己的親人 那第五項 傳統習俗 妳也要記住喔 比如說尤其是一些關鍵時刻 比如說嫁進來的時候 要過火炭啦 或者是要打傘啦 妳們只要忘了一項 這個水象星座老公 心裡就會有一點陰影 因為她多多少少潛意識是迷信的 人家說這樣會比較怎麼樣喔 她就會覺得很不安全感 所以這個東西呢 最好在結婚的時候 所有習俗該做的妳一定要注意 第六項呢 要有投資理財的觀念 水象星座呢 她在一開始就很擔心 就是說如果妳是花錢如流水怎麼辦 妳不幫我也就算了喔 那這個不能沒有嘛 所以投資理財觀念 妳要跟她能夠密合財心 那至於風向呢 準老公 雙子 天平 水平 他們有沒有什麼要注意的呢 他們是百無禁忌的喔 至少呢 如果硬要是要做到什麼 讓她開心的 那就第三項了 妳要是記得住她的家族成員和長相 就可以了啦 只要長輩喜歡妳 她就開心得不得了 其他 她跟你一樣無所謂 來 在這個階段呢 我們要跟大家進行的是 我們的面相開運DIY喔 今天呢 要來 請黃老師來告訴大家 欸 這個 這個是什麼啊 這叫抬頭紋 喔 聽完這樣一抓一抓 這個抬頭紋呢 有什麼樣的意義呢 明天五月九號星期四 我們來看一下 情緒丟營的星座有哪些呢 獅子座 獅子座的朋友 明天再跟人家開會 或簽約的時候要特別當心喔 可能會有漏看一條條文 而是有很大的影響的 另外一個呢 那是處女座 處女座的朋友 明天也要特別注意喔 這個在文件上呢 很可能會有錯誤的情形喔 以及呢 在跟人家討論事情的時候 很容易就被人家捉到 你其實不太懂喔 另外呢 是水瓶座 水瓶座的朋友 明天身體狀況 會慢慢越來越好了 相信妳呢 已經掌握了做事的訣竅喔 所以不要為過去沮喪 應該趕望未來 我們來看一下 陰天的星座有哪些呢 模樣座也恭喜妳喔 終於不再是打雷閃電了 明天呢 還是一樣 凡事低調為主喔 因為妳呢 稍微唱個高調呢 就很容易被K喔 這個要注意的 另外一個呢 是金牛座 金牛座的朋友 明天可能會有過多的應酬喔 還有 有可能讓妳有看到 很想買的東西 自己都要小心一點 否則會破財喔 對 當然呢 我們要跟大家進行的是 我們的面相開運DIY喔 今天呢 要來請黃老師來告訴大家 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叫抬頭紋 聽完這麼一刀一刀 這個抬頭紋呢 有什麼樣的意義呢 我們一般講 這個額頭的紋叫抬頭紋 實際上呢 它不一定是抬頭而顯現 只是抬頭的時候 讓你看到而已 應該是說 這個地方是事業工 你常常思考 常常考慮 常常擔憂 這個紋就會出現了 一般來講以男性來說的話 大概30多歲開始 就有一點點出現 然後40多 50多 就越來越明顯了 老師說的意思是說 你連就是說 用力去擠它都沒有 就是說你只是那樣子 平平的放著 它就有紋路的人才算嘛 對不對 你當然因為你的習慣 也算進去了 因為你常常曬衣服啊 最後你會顯得很多嘛 最後呢 我們一般來講是50歲 60歲 這時候來判斷 這時候它成為什麼形狀了 例如說這張圖 這兩個都是滿不錯的 例如說現在看的這一張 很整齊 表示說它在30歲到50歲 這段過程中 它每次的思考判斷都滿正確的 最後它這條紋呢 會非常的整齊 像這一條線呢 通常是做五職滿好 就是做警察啦 軍官那方面的工作很好 那麼這種三條紋的話 其實說是今天所顯現 最好的一種 一生中它的判斷都很正確 下的決定都還沒人家能夠接受 事業成功 老師你也是三條紋 這不知道有沒有那麼整齊 很難 我看你抬頭很整齊 很整齊 怎麼樣 可以嗎 好整齊耶 謝謝 這真甜耶 這如果嘴巴 歡迎已經幸福一半了 對 對長輩嘴甜最好 對...對不對 我們其實來看一下 這一種的嗎 誰的抬頭紋這樣啊 這才是一般所看到的 多多少少啦 多少的問題 所以一般就是這樣很不整齊 斷斷續續 會斷掉 我們想 我們又不可能拿刀子去那邊磕 那最後呢 他五十歲六十歲的時候 出現這樣一條斷斷續續 斷斷續續 表示他每次的判斷都錯誤 每次的決定 他要布下做什麼事情 結果布下去做 才發現錯誤了 或者自己去做才要決定 知道說不可以了 那總不能說 就是說下次我的老闆過來啊 說Amy麻煩你幫我把這個東西 拿去營營一下 等一下老闆 你的抬頭我讓我看看 然後老闆 老闆你蹲下來一點 老闆對不起 我不能有尊重你的姿勢 因為你的判斷是錯的 這開玩笑的話 我現在不狠戰耶 那直約每個就是 變成那個老闆 那老闆說 那個唐廷琦 你看到沒有 我的文錄橫著 我告訴你 你現在調了別的部門 這個玩笑跟玩笑 他事實上非常正確 真的假的 表示他這一生下的判斷 都比較正確 他的施力都往好的去 一個人下判斷 不能說百分之百的正確 但是他百分之九十正確 那大概他的文 就不會這樣亂了 另外還有一種 他也是很整齊 但是往下的 這種人長壽 但是孤獨孤單 也是屬於不好 這樣子的啊 要像剛才這樣子 略略旁邊有這樣起來 這個會比較好 要往... 略略往上 略略往上才好 那這個也是成功 但是他是孤單的 並不好 老師 那... 那個唐老師的啊 他有點這樣 這是... 沒有啊 如果那是... 叫什麼是貴 什麼叫貴 就是跟我講 名聲好 或者事業成功 或者做大官叫做貴 這個 就是這樣 你們看到布蝶子有 布蝶子有 你看成功的人物有沒有 大將軍啊 上面就會這樣子 或者宰相之類 那不錯喔 布蝶子就往這樣子畫 他有一點這樣子 這樣... 一點點 就是貴相 男人嘴巴要是甜的話 老婆聽得都會很開心 很甜喔 對啊 好 好... 這個是不好的 這種好像蛇行紋 像一條蛇在走 表示這個人一生中奔波不定 始終東跑西跑 那麼工作常變換 最後沒有什麼好的成就 那最後這種是最奇怪的 我們的文不可能是成數的 這種的很少 如果有的話也表示說 他六親無緣 小時候破主離家 一個人在外面 跟大家都合不來 這很少得到 長直得很難 很少 最多看到的就是剛才的那一張 就是這一種的最多 亂的 只是多少的問題 判斷錯誤的 常常就是... 我們也可以判斷 如果這個人是50歲 我們知道他過去走得並不順暢 一定是走得零零落落的 屈屈折折的 從今天開始呢 我們要為大家配的就是呢 如果是這個公司的關係 然後呢 上司跟下屬呢 你們的樹沛指數又如何呢 我們今天就先來看看 射手座的上司VS 小二個星座的部署的話呢 你們呢 麻布麻吉 麻布麻吉 有時候 兩個人的緣分是很奇妙的 可以當朋友的 不見得可以當夫妻 可以當這個... 合作夥伴的 對 不見得能夠當好朋友 所以說有時候這個人際關係呢 大家互動上 也是有巧妙存在的 那妳是老...妳是老闆喔 記住喔 妳不是員工喔 那麼妳來配這個 十二星座的員工的時候 有時候會有什麼麻煩呢 當然一顆星比較麻煩 五顆星比較麻糬 那一顆星的麻煩有誰呢 那...不好意思 其實是跟妳一樣射手座的人 妳會覺得比較麻煩 還有一個天蠍座 怎麼說呢 OK 同樣是射手座的人喔 妳會覺得他很粗心大意 對 因為我是老闆 我一天當然就是搞不戒了 上山下海 妳不行啊 妳要來打卡 妳是我的部署 對... 所以遇到同星座 他們會有那種受不了對方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那樣 然後那種情況發生 會覺得很為難 還好我的射手座是老公 對...好 那至於天蠍座 天蠍座呢 它對妳來說 比如說我們這樣直接看 妳一定是不了解它的 妳會有一種 覺得被監視的感覺 它好像隨時 妳在那邊上面旺 好像有時候會連累到妳 那我們來看一下兩顆星 普通不巴基的 那就是巨蟹座 以及雙魚座 好 水象星座的他們呢 對妳來說 妳會覺得他們做事情的方式 是妳不能接受的 雙魚座的他呢 雙魚座的員工 可能會自己做自己的 用他的方法做 結果出來的結果 不是妳要的 而巨蟹座的人對妳而言 妳會覺得好像反過來 他是老闆 他怎麼自己做決定 不跟你報告 好像他也無所謂 他一點罪惡感都沒有 這是妳比較不了解的地方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三顆星的組合 那就是 雙子座 初女座 以及天秤座 不好不壞的 對 不好不壞的 中間的組合 當妳遇到這三個星座的 員工的時候 雙子座 老實說 妳跟他相處其實還滿愉快 因為他跟妳是不一樣的人 他有一些決定 有一些想法 他會說老闆 這樣子怎麼樣... 那樣怎麼樣 至少他願意說出來 妳有時候可能會覺得 他講得沒有什麼道理 或者是他的道理好像 是在跟我頂嘴 但是你們的這個互補 還有那個磨練的感覺 事實上有時候會有加分 那這個初女座呢 初女座對妳而言 他是屬於 妳必須要學習的對象 簡單講呢 他做事的方法 不見得妳能認同 他很仔細 可是他很仔細 可以幫到妳 那至於天秤座的人呢 天秤座的人 他會在人際關係 幫妳拓展她的領域 所以他對妳是有用的 只是說他做事 做起事情來 太優秀啦 比較慢啦 這些也都是妳要 能夠心理上心 能夠接受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四顆星 滿不錯的組合 這個就是 水瓶座 金牛座 以及獅子座 好 攝手座的老闆呢 遇到了水瓶座 會覺得很貼心 因為水瓶座會幫 攝手座的老闆 設想很多事情 小細節等等 所以當妳的祕書很好 妳可以試試看 用水瓶座的員工 那至於這個金牛座呢 我可以說 他是絕對是幫妳互補的 譬如說妳的生意 找財務大臣 就找金牛座 因為妳不夠細心的地方 金牛座會很細心 妳不夠注意的 他會很注意 而且他會主動告訴妳 他並不見得是那一種 知道了 但是不告訴妳的那一種 天蠍對妳來說 可能就是知道又不講的 但金牛座會告訴妳 會警告妳 那至於另外一個呢 就是獅子座 獅子座呢 說真的 它是很有魄力 而且它願意跟你 共同打拚 而且說實在 它的魄力有時候 會讓射手座的人 妳覺得滿崇拜的 所以說這個組合 也是滿好的 是知音的 知音的一個組合 接下來我們來看 最棒的五顆星的組合 你賣命的 對 那就是 就是牡羊座的員工 還有摩羯座的員工 牡羊座的員工呢 是妳可以拗他的 他是事為知己則死 所以當射手座的老闆呢 賞識一個牡羊座員工的時候 牡羊座員工就不會有二心 他也不會想自己去創業 他會覺得說 我要為妳開創一片天 妳的成就是我的成就 所以這個感覺是 真的是很棒喔 那另外呢 摩羯座的人 摩羯座的人呢 他會幫助妳自我實現 也就是說 當妳這個初心的時候 他也願意輔佐妳 是妳的左右手和大將喔 所以雖然你們的風格 完全不一樣 但是某種程度來說 當妳不要太過虐待這個摩羯 這摩羯他絕對願意 把他的能力用在妳的身上 幫助妳喔 因為他會覺得說 這個幫助的過程 對他是有幫 有力的 他欣賞妳這個老闆 好 那這個呢 提供給所有的觀眾朋友 做參考喔 當然呢 也不是說 這個如果妳是老闆 妳剛好是射手座 一看到這個 Sorry 三顆星跟兩顆星跟一顆星 妳明天滾蛋 是這樣的喔 只是說 你如何按照他們的星座個性呢 知道怎麼樣呢 跟他們的共識 怎麼使用他們 讓妳呢 得到最有力的這個結果 好 來 在這個階段呢 我們要跟大家進行的是 我們的 居家風水開運DIY喔 明天5月9號新一次 我們來看一下 雨天的星座哪些呢 小小座 所有座的朋友 明天可能會被陷阱給陷害了 比如說人家說 舅舅妳來負責了吧 這個時候千萬不要傻傻 就答應了 要衡量一下狀況喔 另外的星座呢 是摩羯座 摩羯座的朋友呢 可能妳的計畫 是有受到一些小阻礙喔 可是我覺得 山不轉路轉 你自己腦筋要動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打雷閃電的星座哪些呢 天明座 天明座的朋友 明天可能會遇到一連串 不太如意的事喔 可能有一點戲劇性 有一點誇張喔 但是你一定要有自信心 把它堅持下去喔 另外一個是雙魚座 雙魚座的朋友 明天可能會遇到 比較不公正的狀況喔 對妳而言 妳的付出好像是沒有收穫的 所以要張大眼睛判斷一下 這一段呢 我們要跟大家進行的是 我們的居家風水開運DIY喔 那當然呢 今天呢 我們要聊的都跟這個 星駕娘有關係嘛 那剛剛老師有教了一點點 就是包括手這樣有沒有 會過 有沒有 門趕快收咧 有沒有 那這個新房呢 新人這個房間呢 是不是在布置上面 也有風水的原則 要特別注意喔 請華老師來告訴大家 OK 首先 彩華是6月16號結婚嘛 對 妳安床是... 6月16是我女放棄 那結婚那天是5月30 那安床有沒有定哪一天啊 安床就... 就是... 5月30 因為妳們有個床要安床 通常會選一個時間 我不知道耶 不知道喔 豪華才會搶來問喔 通常我們是一定要就是... 安床要跟結婚那天一樣嗎 不同一天 通常是結婚的前幾天 就先安好床 對... 通常會大概前兩天 前三天 甚至前一個禮拜也有可能 因為看雙方八字的關係嘛 而且那個床呢 通常是從家具行送新的來 送來的時候呢 它時間不會剛好 那我們就床的下面呢 電四張紅紙 好像還在落地那種感覺 對 時間到了 把紅紙拿掉 把它擺正 叫做安床 那也就是說我們第一個 要安床要選好的時間 那擺呢 擺在我們裡面好的方位 什麼好的方位呢 這跟梳妝台呢 就有兩個相對的 一般來講床是先生的好方位 那麼梳妝台呢 是太太的好方位 以太太的生肖的方位來看 最好是兩種多好 兩個人多好 但是因為夫妻有時候 不同的八字嘛 所以基本上這邊是看先生 那麼這邊是看太太 擺好的方位 然後呢 梳妝台上面不是有很多的鏡子嗎 或者其他的鏡子 我想一般人都知道 在以前呢 就是結婚的前四個月要蓋起來 鏡子要蓋起來 不可以照人家 但是現在不是這樣了 現在呢 你要在那個鏡子上面 只要貼一個喜字 對... 貼個春字就可以 那如果不貼的話 在我們的說法 比較得不到先生的疼愛 或者這個鏡子照別人 對別人不好 好 現在我們看第四項 門檻 門檻 門檻有兩個作用 門檻它是高一點點起來 表示外面的骯髒的氣不會進來 因為骯髒的氣一定墊在下面 好的氣在上面 那這髒的氣不會進到我們的 第二個 相對的我們的胎氣 也不會跑出去 胎氣就是以後表示比較 會得小孩的意思 胎氣不會出去 就是最好要有門檻 在新人的房子 那萬一沒有門檻怎麼辦 現在的房子都沒有 肆內都沒有門檻 你可以放一個腳踏墊就可以了 在門... 門口的地方 它還有一個紅色 深紅色的腳踏墊 要放多久 就一直放這就可以了嘛 怕... 經常怕過就發抖 不會啦 那個腳踏墊不會啦 那至少把髒的氣 等於是阻隔在外面 對喔 這個是剛才提到 就是進了門... 進了之後那天晚上 像太太關門先生上鎖 太太關門 當然你如果做得到 全部你做好了 比較好 但是事實上在以前的話 是太太關門先生上鎖 那老師你的意思是說 宴客完之後 就要做這樣的動作 就是那天晚上 進去的時候 那個宴客完 還是他去迎娶你的時候 進去這個房間 就要做這個動作 那天晚上睡覺 睡覺的時候 做這個動作 一方表老公管得好好的 他跑不掉 但是在以前的意思不是這樣 以前的意思是 您疑似宜家 太太疑似宜家 先生呢 上手讓老婆不會亂跑 在過去的說法是這樣 好 我們今天節目完 今天到這邊 非常謝謝蔡華 下回可能就是 大的個子來上節目 希望這樣 好 謝謝洪老師 謝謝 謝謝 謝謝你的收看喔 掰掰 我請給你